来关注的则是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来到台湾之后持续的大蛋美食 中午来到砂锅鸡汤店 这回不只带着爱妻 好像儿子女儿也都一块现身了 现场连线给记者叶子晶 子晶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今天中午的美食地图到哪里了呢 原来他又来到了这个 北市的这个砂锅鸡汤名店 好 那么今天中午 他不只是说带着他的爱妻 Rory来现身 甚至是说儿子女儿 好像也是一起来出现了 甚至他还是就是非常的亲民 用台语来跟我们聊天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没时间去 没时间喔 没时间去 最重要的 OK 大家谢谢 好 那可以听到 其实黄仁勋说他这一趟行程 真的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回台南 那么针对说最近外界很关注说 回答到底有没有在台湾 设立第二座的AI研发中心 黄仁勋刚刚自己是说 他不知道什么是第二座研发中心 可是呢 他强调会对台湾的AI 持续的大力投资 那么除了台北1的这个机房之外呢 也有可能会有台北2 那么至于说外界很好奇说 他今天晚上是不是会和 鸿海的这个董事长刘洋伟见面 他则很幽默的回应说 晚上还没有到市卖关子 好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